天父我们向你身上感谢 主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在初二回娘家 然后我们可以在初二的时候 回到你的家 来敬拜赞美你 我们相信主在今天的 这一个时刻 是你所定的日子 我们不管在这个礼拜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不管在我们的心里 是什么状态 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唱出 你是我们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就用我们的心理 我们的信心来宣告 你是我们的能力 主我们感谢你 一起来拍手 除了你一起来唱 除了你在天上 除了你在天上 有谁 除了你在地下 我也没有做爱慕 虽然有谁 虽然有时候 我身心软弱 但有一件事 永远不会改变 在我身边的型的行为 身体就是我的所谓的 身体是我的宇宙 生肯把我和我都中间 在我身体上 我都中间 在我身体上 因为我身体上 我身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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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生命 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盼望 你说你是我们的力量 你好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盖下一个印章说 你是我们的力量 所以不管我们的身心灵 在什么状态 当我们在你面前 敬拜赞美你的时候 你就给我们能力 给我们信心 给我们智慧 也给我们诸般的恩赐 能够为你来做 我们感谢你 虽然有时候 虽然有时候 我身心软弱 但有一件事 永远不会改变 虽然有时候 虽然有时候 我身心软弱 但有一件事 永远不会改变 感谢你 我身心软弱 身家是我的力量 身家是我的力量 我的福分 到永远 身家是我的力量 身家是我的力量 我的部分倒有 我们再一起来宣告一次 除了他我们在天上 没有任何能够比过他 在地上也没有任何 我们所爱慕的 我们才赞美他 好 一起来 除了你在天上有谁 除了你在地上 但我也没有所爱慕 虽然有时候 我身心软弱 但有一件事 永远不会改变 甚至是我的力量 甚至是我的力量 我的部分到永远 再一起来宣告 甚至是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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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部分到永远 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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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感谢你为了你的同在 我们感谢你为了你的应许 我们也感谢你为了你的力 我们也感谢你为了你的 我们感谢你为了你的 我们感谢你为了你的 你的力量 对着我们的环境 对着我们的需要 也对着祢的生活来赞美 一起来敬拜 怎会荣耀君王 在全地之上 愿把命都熄了 全地都熄了 祝你们有荣光 黑暗都多长 万民高声唱 起来高声唱 我是这味道 歌颂你生命 这味道 全地都看见 我是这味道 祝你是喜在 景在 永在 喜在 永在 君王 从既知到永远 你从不曾改变 永存在天地间 你是在 你真神 你是在 你真神 父子与生灵 神神的高粱 全身高粱 我生这味道 我生这味道 歌额 歌额 歌颂你生命 全心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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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这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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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今天早上 当我们唱出全地都看见 我神真伟大的时候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说 主你让成光教会 兴起传福音的能力 主我们为成光教会 来祷告宣告说 我们成为成光教会的家人 我们就有权柄 我们就有能力 我们甚至要兴起我们的热情 来为你传福音 所以主在今天早上 当我们唱出全地都看见 我神真伟大的时候 你让我们看见那些 还没有听见你福音的 还不知道你是神的 甚至还没有经历你的 主今天早上 我们要将这些人 交托在你的手中 所以主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一起来祷告说 主你兴起我们里面 那个传福音的心 主你兴起我们里面 那个渴慕 主当我们的生命 被你来得着的时候 你就来让我们有热情 传福音 我们一起来兴起我们祷告的声音 说主你来兴起传福音的动力 主你来兴起传福音的热情 主你来兴起传福音的生命 主你来兴起传福音的那一个 主般的恩赐跟能力 还有智慧在这一间教会 我们开口来为自己的心祷告 是的主我们宣告 主你是使我们的生命 能够来被你得着 主谢谢你来得着我们的心 主谢谢你来让我们成为那一个 看见你的伟大的主 看见你是伟大的生命 所以主在今天早上 我们又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我们为我们的心来祷告 当我们唱出全地都看见 我神真伟大的时候 你来兴起我们里面的热情 你来兴起我们的动力 天地都看见 我神真伟大的 泻滚的说明 我神 真偉的 歌颂你生命 真偉的 全体都看见 我神 真偉的 一起来宣告他们是至圣尊名的神 你只剩 尊名 佩生的 赞美 深信 歌颂我神 真偉的 你只剩 尊名 你只剩 尊名 佩生的 赞美 全心 歌颂我神 全心 歌颂我神 全心 歌颂我神 真偉的 我们一起来用拍手来欢迎我们的神 主 我们宣告你是助力在这间教会的神 我们宣告你是一切的源头 你是传福音热情的源头 你是生命的源头 你也是救恩的源头 主 我们感谢你 主 我们敬拜你 我们也敬畏你的同在 主 我们在今天早上要来敬畏你的同在 你是圣洁的神 你是圣洁的神 你也是那一位轻慢不得的神 所以主 让你的光今天早上来照亮我们的心 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诚实 祝福音热情 在光中你走向我 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 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 启起我的软弱 你接近我的生命 拥抱我如同翅膀在你怀里 你走入我的生命 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 你是我的一切 祝我淡淡依靠你 我要抬起头临近来仰望你 让我们笨笨敬拜你 让我们再处理欢喜 用紧握全心确定 更多更深的认识你 让我们淡淡来爱你 超过一切的刻目里 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 在光中你走向我 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 吸取我的软弱 你接近我的生命 拥抱我如同纸包在你外里 你走入我的生命 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 你是我的一切 祝我淡淡依靠你 我要抬起头临近来仰望你 让我们淡淡依靠你 让我们再处理欢喜 用紧握全心确定 更多更深的人是你 让我们淡淡来爱你 超过一切的刻目里 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 让我们淡淡依靠你 让我们再处理欢喜 用紧握全心确定 更多更深的人是你 让我们淡淡来爱你 超过一切的刻目里 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 你是我的感觉 耶稣 我们再遇你 你是我们的灵魂 你是我们的帮助 祝我淡淡依靠你 让我们淡淡依靠你 让我们再处理欢喜 用紧握全心确定 更多更深的人是你 让我们淡淡来爱你 超过一切的刻目里 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 让我们淡淡依靠你 让我们再处理欢喜 用紧握全心确定 更多更深的人是你 让我们的淡淡依靠你 让我们再处理欢喜 让我们再处理欢喜 用紧握全心确定 更多更深的人是你 让我们的淡淡依靠你 让我们再处理欢喜 耶稣 使得主我们说我们爱你 但我们也知道 耶稣 我们在今天资金与新年 我们赞紧 让我们真的祷告 求你将你的爱 来浇灌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可以来爱我们的家人 也可以来爱你 谢谢 神 让我们再一次地唱副歌 祷告你会来领受神的爱 Amen 你是我唯一渴望 耶稣 神 即使在这样子一个忙碌的季节当中 我们人就要安息在祢里面 说 神求祢对我们说话 透过祢的话语 透过祢的圣灵 甚至透过我们信徒们的团契 神我们感谢祢 用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大家请坐 当我们祷告中 当我们祷告说 要神来建造他的家庭的时候 我们知道一个家庭是很不容易的 也许在过新年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 有时候跟家人是很不容易的 有些家庭可能就是 什么问题都没有啊 充满喜乐 一起吃饭一起聊天 那有些家庭可能会很紧张 想说 哇 今天大家都要聚集了 希望不会出事 但是家人就是家人 那不是你的选择 你的妈妈就是你的妈妈 爸爸就是你的爸爸 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 我们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 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 因为我们就是接受神 指派给我们的一个位分 我们接受神 所指派给我们的这个位分 当我来到台南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跟我说 啊 你是德国人 那你怎么不回德国啊 那你比较好 然后像今天有些从美国来的家人 来拜访 然后有的人就会想说 最好的就是去美国啊 但是你知道当人们回来台湾的时候 食物啊 方便啊 爱啊 友善啊 很多人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说 不对啊 这里很棒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 接受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 来看见这当中的 他的好的地方是什么 耶稣是两千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是在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出生的 是一个很小的城镇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 但是他却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 因为耶稣在那里出生的 那我们现在都跟耶稣是一体 是合而为一的 所以不管你在哪里 这个地方就是成为重要的地方了 台南就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你的家庭成为重要的地方 因为你在那里 这是神所指派给你的地方 在两周过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国际的牧师的聚会 在这个教会当中 会大概有一百多位牧师来到这里 从德国 从加拿大 从美国 从日本 从韩国 从台湾 台湾 然后我说 主啊 为什么他们要来到这里呢 我觉得很奇妙 但是我相信神看见我们的信实了 当我们在这里开拓教会的时候 我们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我们就是很信实地来服侍 用着神的爱 但突然这间神开始开门 说我爱这个地方 我的同在在这里 你们欢迎我的同在 你们欢迎我的同在 我的爱就在那里 你们就欢迎我的爱 而你所在的地方 这也一样是可以成立的 在你的家庭 即使你是一个人住 你也可以成为是一个神的爱 所被欢迎的地方 而神就会将人带到你的当中 祂让你的地方 可能成为一个祷告店 很多事情就可以在那里发生 所以你要接受神 所给你摆放的位置 不要抱怨 耶稣没有抱怨 为什么我要这个马朝出生 那是祂很可以抱怨的一件事 为什么我要被钉十字架 但祂知道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你要去找到 为什么神要把你摆放在这个地方的原因 然后呼出你的呼召 今天我们要讲到在旧约的一本书 因为在我们的读经计划当中 我们就是来到了这卷书 一开始我想说 这个对新年来说是一个好的讯息吗 但是我心中却觉得 对啊 是的 这是一个好的讯息 因为这个是关乎于今天 不论你在哪里 你都要接受跟活出你的呼召 以色列人他们之前在埃及 他们是奴隶 但透过摩西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 然后走过了旷野 他们停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西乃山 他们在那里领受了神的话语 就像我们今年所经历的 领受神的话语 领受祂的启示 然后他们又必须要继续前进到应许之地 但首先神要预备他们的心 我相信神今天也要预备我们的心 不管我们在哪里 不论我们去到哪里 我们的心都是预备好的 我们是预备好来为神所使用的 那我们来看一个事情 立位纪是圣经的第三本书 所以这个是摩西五经 有创世纪 出埃及纪 立位纪 明述纪 and then we have 生命记 所以我们有五卷书嘛 那今天讲第三本书 那我们读立位纪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说 那他在之前跟之后是在讲什么 我们刚刚就讲的时候 神带领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 Moses is going to Mount Sinai 然后摩西到西乃山上 receiving the Ten Commandments 领受了十诫 OK So he's coming down 他就下山 And what does he see 他看到什么 Last time we said People couldn't wait 他们我们就说到百姓等不及 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 They made their own God 创造了自己的神的像 And God was not pleased 那个是神不喜悦的 So something happened 那就发生了什么事 At the end of Exodus 在出埃及记的最后 Chapter 40 Words 34 to 35 After they built the tabernacle 他们建了会幕之后 It says that the cloud covered the tent of meeting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filled the tabernacle But in the next verse it says Moses could not enter the tent of meeting Because the cloud had settled upon it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filled that tabernacle So there is the tabernacle So there is the tabernacle OK You normally enter here And there's a courtyard And there's an altar And a wash basin And they built all this They built all this Representing the presence of God With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inside And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inside And then Mosees wants to go inside To the presence of God But he cannot go in 可是他却不能进去 因为说耶和华的荣光在那里 意思是说他的同在如此强烈 谁可以来接近神呢 我们都会说神是圣洁的神 所以如果要接近来到他的面前 我们也必须要是圣洁的 那就表示有一个东西少了 摩西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荣光中 不能进入荣光 所以那个就是出埃及基的最后 他们在西奈山上 他们想要进入到应许之地 他们建了会墓 神是喜悦这个会墓被建立的 他的荣光降临 但是人们不能够进入到那个荣光中 他们不能够来接近神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造了金牛肚 他们不够的信任神 不够相信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民数记又讲什么 明数记一开始怎么开始的 我们一起来读 你会觉得很神奇哦 好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来念 所以记得在出埃及基的时候 摩西说我不能够进到那个会墓中 可是在民数记的时候 神却又是在会墓中对摩西说话 所以从出埃及记到民数记 摩西从原本在会墓外面到会墓里面了 从感觉离神很远 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呢 你有没有祷告过的时候 觉得神啊你在哪里 或者是什么事情发生了 你觉得受伤了 觉得被误解 你就想说这样子 相信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觉得神离你很远 就人生不公平 但我们会怎么做 我们想要来接近神 就像在民数记 我们要在神的同在中 在会墓里 那要怎么到里面呢 那个就是立位记 能够从外面到里面 需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 可能只有我 让我们来将掌声献给神 哈利路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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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就是跟圣洁有关 那今天一开始 我想让你们当中可以彼此分享 就是可能一组三个人 圣洁是什么 圣洁是什么 如果有人自己坐很远 你可以去移动一下 就三个人坐在一起 就是三分钟 圣洁是什么 我会不会去移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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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trif地方 我会不会去移动一下 我不去移动一下 请不уп 像画面 还有 这边 感谢观看 再一分钟 感谢观看 我想你们彼此分享 是让你们在这个主题当中 可以有更多的参与感 有的人会觉得说好像圣洁是一个你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目标 或者是成为圣洁就是很多的什么不行那个也不行 但是你知道圣洁的一个主要的翻译就是要被分别为圣 如果你今天在这里 然后神在这里 你是为着神来被分别出来的 如果世界在这里 你没有是为神而被分别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就是属于世界的 那这是一个很让人振奋的 如果你想象说就是你的生命可以是被分别来火出神的荣耀的 在你的生命中你与神是紧紧相连的 那你的生命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神在透过你来运行 神可以透过你来为你的家庭来带来救赎 神可以透过你来解决婚姻里面的问题 神可以透过你来兴起来抚养就是属神的孩子 神可以透过你来开拓建立新的教会 神可以透过你来为人们带来盼望 因为你是为着神的这个目的而被分别出来的 那我们会看到说这不是因为我们比人家好 而是因为我们认识神 我们了解明白神 我们领受神给我们的这个邀请 那立位记呢 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架构 那它最后会有一个好像高峰 在前面的七章我们看到 它有很多的仪式 尤其是献祭 所以在一到七章讲到献祭 然后我们会看到最后面的呢 不是最后的几章 可是最后面有一些的章节 23到25章 我们也看到一些仪式 那些仪式是所谓的节期 节期应该听起来就很熟悉了 因为我们会一起庆祝余月节啊 然后记得我们也有庆祝祝节啊 所以神就是来让他们有了这样子的节期 就是如果你庆祝这些节期 你就会知道圣节是什么意思 那在旧月的时候他们也有这些的献祭 不管是牛啊还是羊 透过献祭他们学习到成为圣洁是什么意思 然后第二个层面呢 讲到那些祭司 在那个时候 有一些的人呢 是专门就是来服侍神的 他们就是好像成为神与人之间的那个中间点 那我要给你看两个图片 那就是立位记呢 讲到也有就是所谓的立位人 就是十二支派当中的立位人 而立位人在应许之地呢 是不会继承什么土地的 因为他们不论就是会在到处呢 要来服侍神跟服侍百姓 所以一般的立位人 就是在做服侍 所以就某方面来说 我们现在都是立位人 the worship team 敬拜团啊 the usher 就是招待啊 the evangelism team 然后传福音啊 你们都是在做服侍 那回到刚刚那个图片 那回到刚刚那个图片 那就是亚伦一家呢 因为亚伦他也是属于立位支派的一个家族 那亚伦自己的家族呢 他们是祭司 所以你有看到立位人 然后立位人当中呢 有一个家族就是亚伦 他的后代 他们成为祭司 然后其他的呢 就是会做其他的不同的服侍 那从亚伦呢 那就是其中一个人会是最大的大祭司 那大祭司就是那个可以进入到会幕里的 进入到那个至圣所 然后对神来祷告的 为着所有的百姓的罪来求饶恕的 那这里我们可能就意识到一点 现在这个年代我们不再需要大祭司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 然后他不用带来什么祭物 他自己就是那个被牺牲的祭物 当我们读立位纪的时候呢 我们就也会明白这一点 所以你看到祭司在这里 看到是亚伦的一家 然后在最后 OK I write you the chapter so if you want to read it more purposefully 8 to 10 就是桌报上面都有章节 所以如果你之后自己想来看的话 可以来看 然后在最后 所以一开始是8到10章 然后最后是21到22章 就讲到祭司的这些法则准则 so you can see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and from the back we slowly step up to something 所以你就看到好像前后都在呼应 慢慢地要建立到中间的一个高峰点 是什么 and the next chapter here is 11 to 15 然后下一章呢 是11到15章 and now it talks already about a holy lifestyle 这里就讲到一个圣洁的生活方式 about ritual purity 讲到礼上的洁净 OK we will take some examples later 等一下会有一些例子 and also in the chapters 18 to 20 然后18到20章 about moral purity 讲到道德上的洁净 所以仪式跟道德 purity so that means how we ought to live before God 就是讲到说在神的面前 我们应该活出什么样子的样式 which now leads to the climax 那最后就到了高峰点 now what is it 那是什么呢 I will tell you later 等一下告诉你 OK it's already in there I know 这里面已经有写了 我知道 but just to see for you that structure is very beautiful 但是你就看到这个架构 是真的很美丽的 there's a little ending 这里面有一个结束 just to in a way to make a link to the next book 就是好像是一个连结到下一本书的一个点 and we say this is a call to faithfulness 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呼召要中心信实 so this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book so this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book and it helps us when we now read a few passages 那现在当我们来读一些经文的时候呢 这个架构会帮助我们 because many people think Leviticus very hard to read 有的人会觉得说 Leviticus真的很难读懂 I don't know how to read 我不知道怎么读这本书 but if you remember this picture 可是如果你记得这个图片的话 it really makes sense 那这个真的就你可以看明白了 ok so let's jump in a little bit 那我们来看一下 let's go first to chapter 5 我们第一个来看第五章 and if we read chapter 5 we go to the chart and see where is chapter 5 我们就会看说 好第五章 那第五章在哪里呢 where is it where is it oh here is it oh在那里 chapter 1 to 7 it's about sacrifices 好 1到7章在讲献祭 ok so what kind of sacrifices do we see there 所以在这里第五章 我们看到怎样子的献祭呢 ok let's read chapter 5 verse 5 to 6 我们来看第五章的5到6节 一起念请 他有了罪的时候 就要承认所犯的罪 并要因所犯的罪 把他的 就是羊群中的母羊 或是一只羊羔 或是一只羊羊 牵到耶和华面前 为赎罪祭 至于他的罪 祭师要为他赎了 所以有两件事情 发生的时候 你会要来带一个 祭物来献祭 第一个是罪 有罪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你做了一件事 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像可能说谎 ok if you not worship God 可能没有敬拜神 you want to give a sacrifice to come back to God 就是你要来做一个献祭 来能够回到神的面前 and every time you give a sacrifice 每一次你献祭的时候呢 actually you kill an animal 你会宰杀一个动物 or you give some grain 或者是你会带一些古物来 but often you take an animal you kill it and there's blood flowing 然后就通常你带着动物 来献祭的时候呢 就是你杀了之后会有流血 那个血代表的是生命 so actually what you say is this animal's life is instead of my life 所以你基本上就来说 今天这个动物呢 它流的血 它的这个生命 是代表了我的生命 if I sin I cannot come close to God 因为如果我犯罪 我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God is life 神是生命 so if I'm not close to God I have no life 所以如果我不接近神的话呢 我就没有生命 you can also say I'm dead 你也可以说就是我是死的 spiritely dead 蜀灵上是死的 okay but now I kill this animal 但现在我宰杀了这个动物 and it means I recognize my sin 表示说我承认了我的罪 I recognize that without God being apart from God I'm dead 我承认说我知道说 如果没有跟神亲近的话 有罪的话呢 我是远离神的 我是死的 so this animal represents my dead 所以这个动物被宰杀 也代表了我的死 some people might say how can an animal represent my dead 有的人会说 一个动物怎么可以代表你的死 actually it cannot 就是不行啊 其实没有错 what can represent your dead 什么可以代表你的死 only Jesus 只有耶稣 that's why Jesus is called the Lamb of God 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被称为神的羔羊 the Lamb who was slain 那个被宰杀的羔羊 he is our true sacrifice 他才是我们真正献祭的寄物 and when we believe in him 我们相信他的时候 his death is our death 他的死就是我们的死 so he redeems us 所以他救赎了我们 through him our sins are forgiven 所以透过耶稣我们的罪都已得饶恕 and we can come close to God again 我们就可以再一次地来亲近神 so you have sacrifices in order to repent 所以你有献祭是为了要能够来悔改 but you also have sacrifices in order to give thanks 但你会有献祭也是有时候要来感恩 like in chapter 7 verse 15 像是七章十五节 this is like during they're talking about having a meal together 他们讲到说一起地来吃饭 bring food to that Old Testament tabernacle 就是在那个把食物带到 就是就位的会幕中 and the priest received this offering 然后祭司会领受你的这个献祭 and then they celebrate 然后就会有一个庆祝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向神感恩 and it says here 这里讲到说 一起念 为感谢献平安寄生的肉 要在献的热吃 一点不可留到早晨 如果你把这个套用在新年的话 我们可能都会吃到很沉 如果你每天都不可以有剩菜剩饭 但是另外一面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一刻 因为他们说 你不需要等一下保留什么东西 你就会好好享受 吃吧 祝祝吧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向神感谢 所以这里你看到献祭 帮助你可以来悔改 同时也来感谢喜乐 悔改总是会带到喜乐的 如果你处理你生命中的罪 如果你处理你人品品格上的一些 有挑战的地方 真的处理它的话 你真的最后是会有喜乐的 Amen So now let's go to a next scripture 那我们看下一个经文 in Leviticus 8 Leviticus 8 And we'll see 8, 8, 8 Where is it? 你看8章在哪里 It's here It's about the priest It's about those who serve in the tabernacle It talks about Aaron's family So let's read Leviticus 8, 6 to 9 我们来读一下 Leviticus 8, 6到9节 请 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 用水洗了他们 给亚伦穿上内袍 束上腰带 穿上外袍 又加上乙福德 用骑上巧工织的袋子 把乙福德卸在他身上 又给他戴上胸牌 把乌龄和土民放在胸牌内 把冠冕戴在他头上 在冠冕的前面盯上金牌 就是圣冠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Thank you We just missed a picture Can we go back to the picture of the priest? 可以回去看这一张照片 So basically in Leviticus It's an instruction for the clothing of the priest 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说 给祭司他们的服装的这些指示 And I could preach a whole sermon About this clothing 那这个服装呢 我可以讲一整篇道 But let me just mention two points 那我要跟你讲两个重点 He was wearing a turban He was wearing a turban He was wearing a turban Why? This represents an authority That代表的是他的一个权柄 Because he is the one who represent the people Towards God 因为他是来到神的面前 要代表所有的百姓的 So he need to take this serious 所以他必须要能够来严肃 看待这个角色 He himself need to be clean 他自己本身需要是洁净的 That's why the first sacrifice he is doing is the sacrifice for himself 那就是为什么他所献的第一个祭 是为他自己来献祭 Right? And then for example There are many other items But there's something called The turim and the umim It's like something you throw And then you see yes or no And I always wondered Is that not a little bit like The soothsayer or something? But later I find out no Because many of the decisions are clear You decide what is pleasing to God But sometimes But sometimes there might be some decisions Where both is right 可是有的时候 有些决定就是 其实两个任何的都可以 Should I become a doctor Or should I become a teacher? Or should I Marry that person or this person? 那我是要跟那个人结婚 还是跟那个人结婚呢? Both are Christians Both have good character Longer,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I don't hear any answer In those cases Basically God says Just choose I cannot choose So flip the coin 那你就丢个 Coin,硬币吧 Just flip the coin Okay If both is right 因为两个都是好的决定 You need to make a decision 那你就是还是要做出一个决定 If you cannot make a decision 你做不出决定的话 See the priest 那你就去找祭司 He will help you 祭司会帮你 So the priest had many functions So the priest had many functions 是很严格的 Now again, today we don't need priests 那今天我们不再需要祭司了 In fact, we all are priests 因为我们都是祭司 因为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And we have one high priest 我们有一个大祭司 Who is Jesus So we learn a lot from this book So we learn a lot from this book If you continue and read 22 to 23 In the same chapter 8 如果你看8章的22到23节 We see here 我们这里看到说 请 他又奉上第二只公勉羊 就是承接圣旨之里的羊 亚伦和他儿子 按手在羊的头上 就宰了羊 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幼儿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Okay, so you see that again an animal is slaughtered 所以你看到一个动物被宰杀 And people put their hand on the head 他们把他们的手放在那个头上 Say this blood is for my sin 说这个血是为了我的罪 And then they use the blood 他们就用这个血 to cleanse three things of our body 来洁净我们身体上的三个地方 What is the first one? 第一个是哪里? The ear, right? What does it represent? 耳垂代表的是什么? That we truly hear from God 就是你真的要请听 听到神的话语 A priest needs to hear from God 而祭司需要能够听见神的话语 Very often we just want to hear what we want to hear 常常我们都只想听 我们想听的话 I already want to do this So let's find a scripture that supports this Now that's not hearing God, right? 那个就不是在请听神 So you need to have a pure heart So you need to have a pure heart So you need to have a pure heart And say, Lord, what do you want to share with me? What do you want to tell me? So your ear needs to be cleansed So your ear needs to be cleansed So your hand needs to be cleansed Your hand needs to be cleansed Your feet need to be cleansed So that all you do Wherever you walk Is led by the Lord 都是由神来带领的 Now that's also for us 那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 And I think this is so exciting 我觉得这是很让人兴奋的 And that's such a big help For our lifestyle 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形态 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Because we all can be priests 因为我们都可以是祭司 In the book of Zechariah Which is a prophetic book 那撒加利亚书是一本先知书 People just came back from captivity 他们刚从被掳之后回到 Re-established the leadership of Israel 然后回到耶路撒冷 重新建立了他们的一个领袖的一个架构 And the leadership of Israel was threefold 那那个时候他们有三个层面 There was a king 有一个王 Who dealt with the daily issues of the people 那个王就是处理百姓的日常的事情 There was a prophet 有一个先知 Who hear the word of God 就是听见神的话语 And there was a priest 还有一个祭司 Who bring the sin of the people to God 就是会把人的罪带到神的面前 And ask for forgiveness 然后求饶恕 Now that priest at that time 那个时候的祭司呢 This office had to be renewed 那个时候那样子一个职份 必须要被更新 Just like a church Maybe not really follow God But we say Now we want to follow God 就像可能有一个教会 它之前没有很多的跟随神 然后突然有一天说 好 我们要来跟随神 Or maybe in your life 或是在你的生命中 Maybe even today 甚至今天 God says to you Yes you are a Christian But you really need to Rededicate your life to the Lord 就是神可能说 对你是基督徒 但是你必须要将你的生命 重新地来向神献上 You really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holiness means 你必须要明白 圣洁到底是什么意思 You are set apart for God 你是为神来被分别出来的 Don't follow the world 不要去跟随这世界 而是要跟随神 And you will feel God's strength And you will feel God's strength And God's joy 还有神的喜乐 And God's calling 还有神的呼召 God's meaning of life for you 神给你生命中的意义 So here they cleansed that priest 所以这里他们洁净了那个祭司 It's a very beautiful passage 那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画面 Let's have a look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请 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 站在使者面前 Now this is Joshua the priest 所以这个是讲到约书亚一个祭司 Next one 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 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 又对约书亚说 我使你脱离罪孽 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我说 要将洁净的冠冕 戴在他头上 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 戴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 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 耶和华的使者 告诫约书亚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若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命令 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 看守我的愿意 我也要使你在这些 站立的人中间来往 神说我会来提升你 祂今天也对你说一样的话 你在神的国里是重要的 所以我要这么做 首先要脱离你的衣服 首先要脱去你污秽的衣服 就是来处理我们生命中的罪 我们生命中一切是不对的事情 也许是有不饶恕 就是新年是很好来处理不饶恕的时候 可能就是你对谁生气 饶恕 饶恕就是你洁净的 你穿上那个新的衣服 或是你活在一个不对的生活形态里 可能有某些的瘾 或是总是会批评论断别人 把那些脏的衣服都脱掉 说神啊对不起 因为这样子你不只是得罪人 你也得罪了神 容许神来给你穿上那新的衣服 那这样子之后 祂就会把冠冕戴在你头上 现在你是有能力的 如果你知道你是与神同行的话 你当然是不完美的 我也是不完美的 但是我的罪是可以交给神的 我可以悔改 所以当我领受饶恕的时候 我穿上新衣 神说那我现在给你权柄 因为你用神的爱来爱每一个人 所以这个是我的权柄 然后祂给你一个新的位分 这个是我们从立位纪上学习的 他如何来面对 就是处理亚伦的这些儿子的问题 神要我们如何活出一个祭司的样子 来看第十章 第十章还在讲祭司 还是在讲亚伦的家族 讲到祭司 讲到我们 因为我们都是祭司 他们是亚伦的儿子 有的人会想说 我想当亚伦的儿子 因为这样子我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就像一个牧师的儿子 或者是 牧师的小孩 像我是 因为我的爸爸也是牧师 所以在我们那边我是很特别的 可是不是一个很正面的 如果我做错的事情 他们会说 你看 我做错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我 牧师的孩子 所以 它不是一个保证说 你一切都会很顺利 即使你是祭司的儿子 你也是要跟随神 在神的面前 你一样把事情做对做好 那个抬头不是会给你这个权柄的 而这个权柄是来自于你的圣洁的 所以我们来看发生了什么事 十章的一二节 亚伦的儿子 拿达 亚比乎 各拿自己的香炉 升上火 加上香 在耶和华面前 献上烦火 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把他们浇灭 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哇 他们死了 他们死了 但不会觉得有点极端吗 那每次读到这种事情都要问神说 你要教导我的是什么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他们做的这个火是神所没有吩咐的 通常在会幕里面 在外面有就是 洗净池啊什么的 里面有香炉 还有灯炉 有火 都有火 然后这个火都一直在烧 你知道那个24小时的祷告店 就讲到说 不要让神的火消灭 如果你来讲到我们教会的话 就是我们教会当中总是有人是认识神的 敬拜神的 爱神的 为神来牺牲的 甚至是为神来受苦的 让他们心中的火是继续燃烧的 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再有这样子的火的话 就不再是神的教会 你可能就是在做其他的事情 就好像是一个俱乐部 在做善事而已 可是不是为了神 所以不要让这个火熄灭 在旧约的这个画面 有就是真的火在那里 他们会保护的 就是讲到光明节 就是讲到那个火 这里就看到说亚伦的儿子 你们说我们是亚伦的儿子 我们知道怎么做 所以需要火吗 好来你的打火机拿来 他们就自己用了火 他们不是从会幕里拿到那个火 那个就是一个没有神所吩咐的防火 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有很多关系 因为当你在教会服侍的时候 当你在这个全球的肢体服侍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从神而来的恩高 你必须要用神的方式来做这些事 尊荣神的方式 如果你用你自己的方式 你会失败 你可能不会像他们一样死 可是你可能不会成功 你没有服侍神 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提醒 不論我们的事工在做什么 我们要用从神而来的火 即使是教会的牧师 我不可以就是随心所欲 有时候我会有犯错的时候 有时候我可能走在神的前面 所以我需要悔改 领受饶恕 然后重新调整 但我必须要跟你一起祷告 跟其他领袖一起祷告 一起分辨 敬拜神 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 从神的火当中 来完成我们的服侍 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经文 所有发生的服侍 不要觉得你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I don't need church I don't need pastor I don't need anybody tell me 我不用教会 不用牧师 不用任何人来说什么 我知道怎么做 这个就是这两个儿子所做的事情 他们就死了 所以我们要一同地聚集 有时候花比较多的时间 有时候意识到我说 我什么东西没有做对 然后悔改 然后可能有挣扎 可能会有争论 但最后我们就有神的火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然后看到十一章 讲到仪式上的圣经 看不懂自己写的字 这个经文是很不容易的 你可能想说这是在讲什么 可能在讲什么 这个是好像来测验我们的圣洁 旧约的时候他们不会吃猪肉 现在我们吃猪肉 那个时候猪肉是不洁净的 为什么那时候不能吃 现在可以吃呢 因为那个是来对他们的圣洁的一个测验 常常那个测验可能是跟一些健康的问题 是在一起的 但它的重点是 你是否愿意跟从神的指示 你是否信任神 很多时候他们可能会说 不可以碰一个大体 然后不可以碰了之后 又来到神的同在里 因为神要让大家知道 神所在的地方是有生命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十一章的四十四到四十五节 请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 污秽自己 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定理出来的 耶和华 要做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经文 我们在新约也有看到 所以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这是一个尊荣 神呼召我们要圣洁 所以在旧约当中 就会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有些食物是不能吃的 而神这样子给他们这些诫命 如果你可以跟从这些指示 你就会是为了我而被分别出来的 那有一些这些指示 我们可能听了看不懂 但是我相信他们那时候是懂的 它有一个意义 就是你信任神 你顺服神 然后来看到十九 there's another regulation 给以色列人有另外一个条例 我们看十九章十一节 请 你们不可 投道不可欺骗 也不可彼此说谎 那我们看十九章在讲到道德上的捷径 前面讲到说不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吃什么 但是这里讲到的是我们的道德伦理概念 OK, let's move on to chapter oh, where are we now the festival no, we're sorry, sorry, sorry what's it we missed two right? wow, we missed two OK, let's go back to the festivals chapter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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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often heard me share about this right? Let's read this together 那你常常会听到我分享这个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 23章1到2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玉以色列人说 耶和华的节期 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 so actually we just moved up from here now we move up from here 所以我们好像就是从两边往上再看 OK, the festivals like tabernacles 所以像那个祝蓬节啊 like Passover 与月节啊 all are there to learn about God's holiness 都是要来学习神的圣节的节期 OK, now we come to chapter 21 1-2 那我们来看到21章的1到2节 请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 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之己 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 only your close relatives you take care of their funeral so to say, right? 只有你的近亲 你才可以为他们来举办这个丧礼 OK, but others don't touch 但是其他的你不要碰 and it's a regulation for the priests 然后这个是给祭司的一个条例 because God says in my presence there's life 因为神说在我的同在里是有生命的 so I separate this from death 所以我要把这个跟死亡来分别出来 He makes it very visible 他把它让得很明显 and finally what we just read about the moral purity 然后最后我们刚刚已经读到 所谓的道德上的捷径 so here we are we move from the back and from the front unto what? 所以我们从前面后面 这样子一直建立起到这个高峰点 unto the climax the center point for sanctification of God's people 所以这个中心点讲到说 神的百姓成圣的这个高峰 and it's called the day of atonement 就是讲到赎罪日 the day of atonement was the climax 赎罪日就是那个高峰 at that time you also give sacrifices 在那个时候你也会来献祭 Let's first read Leviticus 16,29-30 我们现在来读 立位记的16章29-30节 请 第八天要取两只班纠 或是两只厨戈 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 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计 一只为凡计 因那人血漏不洁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赎罪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要怎样子来做赎罪 还有那些羊也是要来献祭的 就是有一个羊 你会来宰杀成为献祭的 然后另外一只羊 你会把它赶到旷野中 代表说那个罪已经远离你了 所以这个赎罪日就是那个高峰 因为就是在那一天 大祭司会为百姓来祷告 你的罪得救赎 那在新约的时候 我们已经不再是只局限于那某一天 因为那一天就是耶稣被定十字架的那一天 我们称它为复活节 在那一日我们的罪都已得蒙饶恕 但是我们必须要继续明白的是那些原则 它不是一个好像自动发生的事情 而是也是我们的决定 能够来承认看见我们的罪 来到神的面前 说我的生命是不对的 神我将这个带到你面前 求你饶恕我 我就是来用耶稣的保险 在我的生命中 成为圣洁的人 成为被饶恕的 能够穿上那洁白的衣裳 穿上那个头罐 能够有神的权柄 而在你的家庭当中 你就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那不就是一个很棒的新年的一个讯息吗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家 带着这个权柄 可能今天早上你还是很生气的人 你回家之后你可以好地爱他们 赞美他们 饶恕他们 然后你可以在家中说 神来祝福我的家庭 我在这里是一个祭司 在我的家庭当中 我代表就是神的同在 然后因为我是圣洁的 这个家庭也会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应用当中 所以我们不再需要遵守这些的命令 但是 我们还是可以来找到 我们这些遵守所谓的原则 就是活出一个圣洁洁净的生活方式 不是凭自己的力量 而是透过神的牺牲 透过耶稣 不要自己每天在那边 不要自己每天在那边挣扎 说我需要做这个 我需要做那个 不对 而是你单单来到神的同在里 赞美祂 感谢祂 为你的罪来悔改 在神的面前坦诚 祂会使你洁净 祂会使你成为圣洁 就是活出一个不断有悔改的生命 就是好像每天在学习 说不对 那个是不对的 我来道歉 再悔改 我再重新对齐 继续往前 然后隔天说 哎 有做对了 然后又做不对 又悔改 对齐 就是一直不断地学习 就像你去学校的时候 在写考卷 可能一直会答错答案 但是你就回去继续地读书 然后你就学习 就学 成为一个 直到你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你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你做按照神的旨意来做服事的人 你不是用自己的力量在你的家庭中 你不是用那个烂打来点火 你求你的弟兄姐妹来为你祷告 与你同站立 来跟你分辨 因为我想要拿的是从神而来的火 在我的生命中 在我的事工中 在我的家庭中 Amen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所以我们为了今天的讯息来感谢你 不知道为什么在新年的时候 我们要讲到立位经 但是我相信你会更多地向我们彰显 就是圣洁的生命 可以如何在我们生命中带来你的权柄 圣洁可以如何让我们来站立地稳 我们那些污秽的衣服 可以怎样换成是洁净的白衣 你重建那个失去的权柄 那些父母的权柄 领袖的权柄 那些想要来做神的功的人的权柄 神我们感谢你 神求你来对每一个人来说话 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 神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一同地站立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让神继续地来服侍你 Amen 神继续地来服侍你 永远万民都洗了 全天都洗了 祝你满游泳光 黑暗都拨张 万民高深场 起来高深场 我生 我生 这味道 歌颂的生命 这味道 全天都可见 我生 这味道 这味道 你 我生 我生 友 我生 我的改變 正在天地間 你是三一成神 父子與生靈 成神的羔羊 全能成羔羊 我是真偉大 歌頌你向你 真偉大 全你都看見 我是真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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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頌你生命 真偉大 全你都看見 我是真偉大 只剩著你 你只剩著你 賠償的全美 全心的送我 神 成為的 是真偉大 全能成羔羊 你只剩著你 賠償的全美 全心的送我 神 成為的 是 神 你是偉大的 在這個世界中 有很多的混亂 其實在有些家庭中 這個新年是過得很不容易的 但神今天你提醒我們 說我們應當聖節 因為你是聖節的 而神今天透過立位記我們明白 聖節是來自於你的 從你的火而來 要燃燒 潔淨任何一切 是不屬於你的 這也是我們現在的祷告 在我們的生命中 在我們的家人的生命中 求你來燃燒任何一切的 爭執 憤怒 或是不饒恕 或是那些忽略忽視 而用你的愛來取代 神我相信你今天要對每一個人來說 你是被神接受的 神呼召你 神愛你 神看重你 神說我會醫治你的心 我會將我的靈放在你裡面 所以你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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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我們感謝你 當我們今天回到家的時候 你帶領我們 你帶領我們 要做出什麼樣子的行為 什麼樣的應用 可能是要尋求饒恕 可能讓人們看見我們對他們的愛 可能跟某些人 要來操練我們的耐心 神我祷告你 求你給我們每個人力量 願你的火在我們的心中被點燃 願你的權柄在我們的頭上 我們的耳朵要聽見你的話 我們的耳朵要聽見你的話 我們的手我們的腳要按照你的帶領來行動 在這個世界來帶來不一樣 從我們開始 在我們的家庭當中 在我們的教會 我們的城市 在這個國家裡 在這個世界中 神我們感謝你 奉主耶穌的名祷告 Amen 願神祝福大家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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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